安省有关政治捐款的风波愈演愈烈 省长维恩提出 不仅自己要停止参加私人筹款性的聚餐活动 也要提出立法改革安省的政治捐款制度 有政治评论家表示 虽然政治捐款在民主社会并非违法 但的确存在一些资深利益冲突的漏洞 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政治人物为自己的政党举行募捐晚宴的活动 在加拿大各地都非常普遍 据主流媒体报道 安省自由党内阁厅长们每人都有筹款任务 他们每年的秘密聚会筹款额都高达50万元 而省保守党党魁彭建邦 也正准备在本月晚些时候 举办一个高价的晚宴活动 参加的10名支持者每人都将出1到2万元 像这样明显的政治募捐活动 实际上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并非违法的行为 因为西方国家的话 它political donation的话 经济捐款的话 不是这个corruption 所以这个是公开的 因为你说这个要看谁捐款给你 什么大公司 Bel Canada 比如说Roger要赚款 100万几百万都是公开的 对不对 它感觉到公开就没有什么不民主 不过政治募捐虽然不违法 也并非没有灰色地带 因为政治捐款的公司和个人 除了政治观点对所捐的政党认同之外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交换的期待 没有白旗的午餐 对不对 就是说我赚款给你 就希望可以影响你的筋策 对不对 如果我是 比如来讲我公司制作太阳能 OK 好了 我赚款给你 我就希望你要多一点发展 这个太阳能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捐款都难听一点 就是大家有一个目的在 作为各个政党大选经费的重要来源 筹款也是各个政党的重要工作 各级政府当中 能够出任内阁厅长和部长的人 也都必须是筹款的能手 你做一个厅长还是做部长 OK 当然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第一点就是说 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还有就是看你是东南亚的 你是中国的 那么就当然这个 一定不都不小 一定要给一个 不是大的部长 小的部长也要给你做 第三就是这个 你筹款的能力 其实政治募捐在加拿大各级政府中都非常普遍 据了解 联邦司法部长也将在多伦多的财团当中举办政党筹款活动 总理特鲁多昨天在蒙特利尔参加活动时 也遭到了在场记者的尖锐提问 我想问一下 安省私人筹款事件被揭露出来后 安省政府被迫决定做出变革 企业和工会给政党捐款 将成为非法 同时个人给政党捐款额的上限也将降低 而新立法将在6月2号夏季休会之前 提交立法机构讨论 以上是国际电视台CCCTV记者的报道